照顾眼瞎的男神三年,他的白月光回来了,以前是我不懂事,以后裴彻就由我来照顾吧,你可以功成身退了。 我拿了白月光的钱,连夜出国,却不知国内那个男人找我找疯了。 后来,裴彻质问我,夏安安,他给你多少钱?我小声答,五,五百万,他眉心暴咒,五百万。 五百万你就把老子给卖了。裴彻拍了一下我的头,傻子,怎么不多要一点? 以后他再给你钱,让他使劲砸,这点小钱磕着谁呢? 我,剧情不太对,裴彻出车祸失忆了,双目失明。 也正是因为他失忆了,他的白月光跑了,我才能得以陪在他身边。 本来这样的机会是轮不到我的,这全都得益于裴彻的父母。 裴彻的父母很忙,不放心把双目失明的裴彻留在家中。 又觉得自己儿子瞎了,怕找不到好看的女朋友。 多方打听,深入调查,得知有个女生暗戳戳喜欢陪彻好多年。 不巧,就是我。 一夜之间,我成了陪家的儿媳妇。 这下弟弟的学费有着落了,爷爷的医药费也有了,当然,男神也有了。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长相很是赏心悦目。 想想也不亏的,这波眼福,马住。 但是,我没想到,新婚之夜,陪彻傻了。 脑袋这里傻了,双目失明,凭借陪家的财力还可以治,脑袋这里的问题却很难说。 我渐渐明白白月光路遥遥为什么跑了。 真是肤浅,虽然昔日的学霸男神变成了傻子,这落差还是有点大。 但是他很乖啊,又听话,这么个帅气男神放在身边看着,他不相望。 陪彻的父母告诉我说,假以时日,陪彻就会恢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但是没想到,陪彻的白月光路遥遥却说,如果好不了呢? 那我岂不是要一直照顾他这个傻子? 阿姨拉着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路遥遥的恶行,还说我以后就是他们家的好儿媳妇。 以后我让陪彻往东,他就不敢往西。 虽然这波承诺听得我心里很是安慰,但我清楚知道是我占了便宜。 如果陪彻没有出事,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 等他恢复记忆,他也不会喜欢我。 但没关系,站着一天是一天。 我向阿姨保证,您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有陪彻一身穿的。 阿姨抱着我相见恨晚,我的儿媳妇啊,你真是个好人。 不过,咱倒也不用如此节俭哈,钱该花就花,不用省,花完了,我还可以把你公共的私房钱偷出来给你花。 在这之前,一切都很顺利。 只是我没想到,陪彻诗意,变傻后,好像更粘人了。 他以前属于冷漠禁欲那一款的,现在一整个撒娇奶狗家暴躁二哈。 他每天都会忘记一遍我们结过婚的事情,然后每天都要向我确认一遍。 就比如现在,他围着客厅走了几圈,最后不确定地走到我面前,你真是我老婆。 我肯定地点头,不错,我就是你老婆。 然后,他就会坐在我面前的地上,眼神迷蒙地盯着我,伸手描摹着我的脸部轮廓,半嗓才笑出声,老婆确实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我,虽然我知道他看不见,但被他这样盯着,心里总像露了一拍。 你都看不见我,怎么知道我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我相信我的感觉。 陪彻闷笑,抬手握住了我的腰间。 老婆,你刚刚不好意思了。 我拍掉他的爪子,胡说,谁不好意思了。 陪彻失明后,感官变得比以往更灵敏了。 也变得撩人于无形,他的俊脸突然凑近我颈部,就刚刚啊,我都听见你,呼吸变紧张了。 媳妇,我没试以前你一定很喜欢我吧? 是啊,你就偷着乐吧。 我没回答他,只是揉了揉他干净利落的短发,模棱两可道,你猜。 喜欢你,像嚼了一颗酸色青蹄,却甘之如頤。 我喜欢用行动来验证。 陪彻突然栖身而上将我压倒在沙发上,想要亲我,害得我差点喘不过气,下意识往旁边躲。 陪彻没亲上,脸色顿时委屈起来,老婆,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不给亲? 呜呜,我差点冒出一句国粹,你TM真不知道自己有多高多重啊,差点没被你压死。 不过,呜呜,我没听错吧,你刚刚是不是说了呜呜? 陪彻下意识捂住唇,似乎他也意识到这不像他会发出的声音,脸顿时红了,我没哼,你听错了。 虽然他现在是有点傻傻的陪彻,但他骨子里还是有一些原来冷漠禁欲的陪彻的影子。 我看着他的样子,感觉很好弱的样子。 这么想着,我也上手了,怎么会有人这么可爱啊? 陪彻的皮肤白皙,脸颊很软,不一会儿脸上就被我捏出了几道红印。 我顿时感到几分罪恶,几分贪念袭上心头,以后不许别人捏你脸。 陪彻笑了,压住我的身躯微微发抖,谁敢呢,只让你一个人摸,别的,手打断。 陪彻捉住我在他脸上作乱的手,问,老婆,看见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现在可以亲了吗? 当然,可以我轻推了推陪彻,没想到他轻易被我推倒在了床上,我是不是力气太大了? 陪彻脸红地摇了摇头,不是,是我太重了,这个姿势比较好。 陪彻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边,急促撩人,老婆,你可以对我随便一点,怎样都行。 嗯,我,总有一种上了贼船下不来的感觉,我有理由怀疑你在蛊惑我。 陪彻失效,那,蛊惑到你了吗? 嗯,第二天,陪彻是被我踹醒的。 他坐在地上,捂住自己的腹肌,眼神无光。 但我却感觉到了委屈巴巴,老婆,干嘛踹我? 因为某个不知节制的人,我腰闪了,我扶着腰,尽量温柔,我饿了,去做饭。 陪彻撑着床檐站起来,熬,走到卧室门口,又折了回来,搭了着脑袋,声音很小。 老婆,我,看不见,看着她失落的样子,我真该死啊,咋忘了这个。 我跌跌撞撞起身,走到她面前,努力抬手勾着她的脑袋揉了揉,我错了,不应该叫你去做饭,走,我们出去吃大餐。 陪彻并没有被我哄高兴,低着头站着一动不动。 我抬手摸了摸她的脸,却感到手指有些温热,我吓了一跳,哭了。 陪彻偏过头不敢看我,没,没有。 我开始着急起来,手忙脚乱,四肢无处安放,别哭,别哭啊,我不太会哄人。 你别哭,是不是我踹得狠了? 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我没用力,我越说越心虚,下安安你真该死啊。 这么好看的人,你都忍心踹她,看着她的脸都能消气了好吗? 陪彻低声着,不痛,被老婆踹是应该的。 我家宝宝竟还有这觉悟,不错,我小心翼翼地掰过陪彻脸,那,怎么哭? 快别哭了,眼睛都红了,你昨天也欺负我了呀。 嗯,陪彻的脸立马刷得爆红。 她抬手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小声地问我, 老婆,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我都不能给你做一顿饭,别人的老婆有的,你都没有,是我对不起你,谁说我没有的? 我纠正道,我有,我有的可多了。 陪彻一脸期待地看着我,我高兴回到,我有钱啊,谁的钱有我老公的多? 哼,我能横着走。 陪彻的脑袋立刻笼拉下去,无情吐槽,老婆,你真的好肤浅啊。 你不懂,这不叫肤浅,这叫远见着实,况且我老公长得真帅啊,则,则,则。 我直着陪彻的下巴,一堆彩虹屁疯狂输出,哎呀呀,谁家老公长得这么帅啊? 哦,原来是我家的呀,我真有福气。 陪彻被我夸得很不好意思,老婆,别说了,我们出去吃饭吧。 和陪彻去了一家商场门口,好巧不巧,遇到了一个熟人。 陪彻的白月光路遥遥,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要么装作没看见,直接灰溜溜地走,但陆瑶瑶偏步,竟直朝我们走了过来。 她的目光定在裴彻的脸上,嘴唇却是在问我,阿彻的眼睛怎么样了。 我淡淡回复,挺好的。 裴彻眉心微醋,老婆,你干嘛要理她,我们吃饭去。 陆瑶瑶的脸上闪过受伤,看着裴彻,阿彻,你知道我是,我管你是谁,我只知道我老婆不喜欢你,麻烦让开,不要挡着我们去吃饭。 那一瞬间,心里的紧张,只有我知道。 陆瑶瑶没说完的话,也只有我知道,我和裴彻的时光是短暂偷来的。 我没想到,裴彻会意识到我对陆瑶瑶的排斥,替我回怼了回去,若是她恢复记忆,还会这样吗? 陆瑶瑶看着我的目光,仿佛中了毒,眼神更是不可知信。 你们,结婚了。 我没说话,毕竟,如果没有她的离开,这样的事情也轮不到我。 陪彻握着我的手指扬了扬,银色的戒指在日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一如我所期盼的,我们可以这样一直继续下去。 但我知道,不安的时光正悄然来临我们身边。 陪彻似乎失去了耐心,不想和陆瑶瑶过多地交谈。 老婆,我饿了,去吃饭吧,她好烦,我不想看见她。 陪彻,陆瑶瑶嘀吼,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是谁吗? 你知道她长什么样吗? 值得你这么喜欢,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一瞬间,陪彻握着我的手指紧了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我总感觉,她不是全然不懂,也不是像别人以为的傻,她好像知道了什么。 回去的路上,陪彻沉默不语,不再像以前一样,看着我就粘上来,我的心里坠坠不安。 到了晚上,她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晚饭也不吃。 晚上十点以后,见她还没有出来,我决定再去看看,陪彻,我,可以进来吗? 这一次,陪彻还是没有说话,但她把房间的锁打开了。 我走进书房,里面一片昏暗,陪彻没有开灯。 我正要帮她打开灯,却听到陪彻的声音自沙发的某个角落传来。 暗暗,别开,好,我不开。 陪彻的嗓音带着一点点轻微的鼻音,我有些担心地摸着黑走过去,终于在挨着沙发的地上找到了她。 她的身上,弥散着轻微的酒气,手里还攥着一个高脚杯。 我伸手夺过了她的杯子,怎么想起来喝酒了,忘记医生说的话了,对眼睛不好。 一点点。 陪彻小心地揪住我的袖子。 老婆,你别生气,好吗? 不生气,过来我抱抱。 陪彻沉闷着声扑过来,安静地任由我抱着她,她的声音滴滴的,眼泪无声滴落在我的颈尖,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那一刻我的心疼痛极了,曾经那个清冷孤傲,无欲无求的人,什么时候有过如此颓丧的时候? 别哭,陪彻,别哭了。 过了许久,我才敢鼓起勇气问她,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嗯,想起了一些,都有什么?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语气带着一些我尚未察觉的忐忑。 我想起她了,今天在商场遇到的那个人是陆瑶瑶,是那天在手术室门前,和我妈说我会永远变成一个傻子,再也好不了的人。 她说她不想照顾我这个瞎子一辈子。 不会的,陪彻,你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我安慰着她,你都想起来她的名字了,离恢复已经不远了呀。 老婆,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呀? 傻子,因为你喜欢过她呀,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因为她说的话而难过的。 没事,有我在。 老婆,如果我好不了了,你还会要我吗? 陪彻仰着头问我,在月光散射的余晖下,她的眼睛明亮极了。 如果没有蒙上尘雾,她该是多么耀眼的存在呀。 要的,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要你的。 怎么会不要呢? 喜欢你那么多年,怎么忍心不要你?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你才是我无法触碰的存在呀。 记忆浮过那年初夏,枝子花瓣飘逝在七月的窗口,青涩的风隐藏着候鸟失约的音信,透过浓绿树影的阳光稳住了午后的某张客桌。 那天,我看见你明亮的面庞出现在远处的绿音下,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瞬间,一株婉莺的心脏已经悄然跳动。 也许,属于我的夏天,正悄然离去。 如果可以,我多希望时间就停留在现在,那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可我还是想要你好起来呀,陪彻,即使离别也没关系。 不记得我了也没关系,只要你幸福就好。 就在我以为陪彻醉酒快要睡着时,她突然喃喃道,老婆,你有骗过我吗? 那一瞬间,我沉默了,手指僵硬地轻轻揪住她的衣襟,近乎到失声。 我,我害怕到了极点,心里的谎言常常担心被拆穿,那时候你会恨我吗? 对不起,陪彻,其实我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也不是你的老婆,只是一个借着暗恋之名和你结婚的人罢了,我不是你喜欢的人。 老婆,你不要骗我呀,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如果别人骗我没有关系,但你不行,因为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我轻拍了拍她的背脊,强忍着眼里积蓄的泪,嗯,我知道。 对不起,陪彻。 老婆,我爱你,明天我会好好接受治疗的。 我也爱你啊,陪彻,对不起,这句话不能和你说了。 安顿好陪彻,已经是夜离两点了。 我再一次看了看陆瑶瑶发给我的短信,一切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她猜得很对。 明天早上七点,咖啡馆见一面吧,想必你也知道我对陪彻的影响力了吧,哪怕她现在不记得我了。 是的,陪彻喜欢她,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时候,她俩是我们学校人人艳羡的情侣,一个温柔体贴,一个落落大方。 而我只是一个和陪彻从高中到大学的普通同学罢了。 说过的话,七年来不超过十句,也许陪彻早就忘记我这号人的存在了。 陆瑶瑶说得对,如果没有她抛下陪彻出国留学的幼稚举动,我这辈子也无法和陪彻产生任何交集。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他们早就应该结婚了。 陪彻的手术时间是下午两点,我最后还是在早上出门去见了陆瑶瑶。 咖啡馆一见面,她就给我扔过来一张卡,这里面有五百万,密码是六个零。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什么意思?离开陪彻。 凭什么?我不以为意,却不得不承认陆瑶瑶很适合掐人软肋。 就凭你俩的开始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夏安安,你还不明白吗? 陪彻最讨厌别人欺骗她了。 如果她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是她女朋友,却和她结婚,你觉得她会怎么想? 还有,如果她知道你和她结婚是为了钱,你还认为你和她能有好结果吗? 是啊,她说的没错,我一直努力忽视的事情,是一直显性存在着的。 曾经我也想过要和陪彻好好开始,即使陆瑶瑶抛弃了她,但我不会。 我有想过我们忽然偶遇,慢慢相知相识,像正常人那样开始。 可是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为了弟弟的学费,爷爷的医药费,接受了陪阿姨的提议和陪彻结婚。 我们的婚姻就与金钱交易分不开了,那场关于青春暗恋梦,像玫瑰流逝于荒野,送陪彻进手术室的时候,她似乎很不安,一直抱着我不撒手。 老婆,我有点害怕,医生都看不下去了,催我快点劝她进手术室。 可是今天的陪彻异常不听话,坐在可疑栋病床上紧紧搂着我的腰,将头埋在我的怀里,老婆,你会在手术室门外一直陪着我吗? 我出来还可以再看见你吗? 当然会了,陪彻,你放心,我会等着你的。 骗子? 陪彻突然大声说话,我以为她看出了什么,心里顿时一紧,咋,咋了。 她却将我抱得更紧了些,语气软软道,对不起,不应该发脾气。 安安,你要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原谅你的,所以在门外乖乖等我好吗? 陪彻亲了亲我的手心,我能感觉到她握着我的手指有些颤抖,也许是害怕做手术会疼,我不停地安慰着她。 进手术室的时候,她依依不舍不舍地松开我的手。 老婆,睁开眼,我想要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我好想看看我老婆好不好看,可以答应我吗? 陪彻的话又再一次让我放下了心,看来她没看出来我想要逃跑。 我不禁逗她,万一不好看呢? 陪彻纠正道,不会的,老婆,你在我眼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 哦,哦,老婆你好漫不经心,这是第一次她的语气这么强烈,开始像个成熟的大人,隐约有了一些从前的影子。 医生说她大脑中的淤血逐渐散尽,不久就会恢复记忆。 同时,这次关于眼睛的手术有不可预知的风险,她可能会记得从前,忘记现在。 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但我还是骗陪彻了。 她问我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的时候,我撒谎了。 她的风险只是会忘记我,但她安全就行了,我不敢奢求太多。 我骗她的事情太多了,已经不差这一件了,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三年了。 三年里,我努力不去关注陪彻的消息,删了与她有关的一切。 为了逃避远一些,我去了国外进修,还改了名字下西。 但我还是能在各大财经报刊上看到与她有关的报道。 站在纽约繁华的街道,听着投放屏上她用流利悦耳的英文侃侃而谈。 愿建立经济共同体,实现中西方贸易互联互通,原来,这才是我所认识的陪彻呀,不再是那个傻傻的陪彻,不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陪彻。 而是那个熠熠生辉的天之骄子,她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才对。 今天早上下了雨,又忍不住在路上看了关于陪彻的投放屏许久。 去公司的路上堵车了,所以我迟到了。 一进公司楼下,助理就站在办公室门外等我,递给了我一答厚厚的文件,下解。 怎么才来,今天公司领导来视察了,在办公室大发雷霆呢,快点进去。 今天有领导视察。 我死了,是吧? 我心虚道。 助理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嗯,咔嚓,死了,听说惨绝人寰,手段残忍,殷勤不定,受过情,伤。 行了,别罗裂了,已经够瑟瑟发抖了。 我站在门外,悄悄透过门缝往里看,今天的办公室里估计有五十个人,现在全都像被罚战似的。 我心存一丝侥幸,任命地猫着腰,准备混进去。 这么多人挡住我一个小小的身躯,不成问题吧? 走着走着,不知道谁不小心绊了一下我的腿,害得我差点栽到地上。 索性我趁机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不过就是这触感怎么有点湿热。 不等我反应过来,一道冷如寒冰的声音自头顶响起,这位女士还准备摸我的大腿多久。 我擦。 我赶紧站起来,想要解释,头不小心,再一次撞到桌子。 我又一次不得不惯性蹲下,头顶的男人闷哼了一声,思,我手忙脚乱,手足无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是,你听我解释,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男人丝毫不给我解释的机会,眉心微醋,表情不悦,还不起来。 那一瞬间,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昨晚上好大而看的不知名爱情剧的台词,你这样凶,真的会没老婆的哦。 男人,我,玩独自了,待站起来看到眼前坐着的人时,我的呼吸震住了,陪彻。 再差一点点,我就要脱口而出她的名字,如果思念有声音,那大概就是我见到陪彻的心情。 陪彻的目光冷冷地在我的身上看了一眼,我以为她会认出来我是谁。 但她很快当作无事发声,继续听他们汇报工作。 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和一群人站着。 啪的一声,陪彻手里的报表用力地扔在了办公室的桌上,最中间的位置散得稀碎,尤其我的面前散得最多。 谁做的方案? 旁边站着的高管,腿肚子一直抖,呼吸都不敢出。 空气安静一片,针络可闻。 有一个抖胆的,是,是夏秘书做的。 我,真的酸Q。 我被同事推到陪彻的面前,也想顿走。 是,是我做,的。 陪彻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深邃的瞳孔,悠悠地泛着波光。 夏秘书结婚了吗? 我,好心的同事看热闹,不嫌事大,结了,夏秘书结婚带俩娃。 大可不必如此详细。 陪彻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差了,带着咬牙切齿的意味,难怪做的方案。 差,强,仁,义,那就是还行。 我内心大吼,那你干嘛扔了呀? 做方案很辛苦的,知道吧? 我以为他要说是一坨狗屎,却没想到他说差强仁义,看来是给我勉强找步。 我心虚地问,那还要做吗? 做。 陪彻一锤定音。 说完我感觉哪里不太对劲,那还要再做一遍报表吗? 陪彻,我说的也是做报表,夏秘书以为我说什么。 昨晚沉迷温柔香,忘了再修改。 不是,倒也,没有。 行了,我对夏秘书的私生活不感兴趣,今天下午来我办公室做报表。 出去以后,办公室的人给我吐槽。 果然受过情伤的男人就是可怕呀。 夏秘书,你刚来公司不知道,总裁三年前,有一个爱人听说不见了。 为了五百万抛下,十一刚做完手术的他走了。 听到这里,那些我努力想要忘记的过去,在心里饭腾开来。 那天,我站在手术室门外等了几个小时,陪彻的主治医生出来告诉我,陪彻失忆了。 只记得和陆瑶瑶的事情了,以为他可以好好和他一起生活下去,却没想到他记得我的存在。 罢了,说不定是我自作多情了,陪彻和流量明星的新闻频频流出。 他和陆瑶瑶即将订婚的消息我多少听说了些。 这一切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再留恋了夏安安,他不是你的。 有同事拍了拍我的肩膀,夏秘书,你别太难过,报表做不完,我们会帮你的。 我走进陪彻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低头签着什么文件,我不敢打扰他,只是小心地坐到不远处的座位上。 见我进来,他只是随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叠厚厚的资料。 夏秘书,你就坐在对面的办公桌上面重新坐吧,然后继续工作。 他的声音比在办公室的时候缓和了许多,也没有那么冷冽了。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陪彻工作,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得很好。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斜照进来,投下细碎的光影,时隔三年,再一次能看着他,沉寂已久的心仍会不受控制地跳动。 这几天,陪彻都只是让我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做文件,我们的交谈一天不超过两句话。 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陪彻每天都会很准时地来办公。 最近是公司新品上市的时候,按理说,他应该会很忙,这几晚都加班到深夜。 但今天陪彻却迟迟没有来,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些担心却没有资格过问。 我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下他的办公室,平时陪彻在的时候,我不敢多看,现在倒是可以看一看了。 突然,我在陪彻的办公桌上看见了一瓶药,在看清上面的字迹时,我的心脏疼得窒息。 用于治疗抑郁引起的失眠,焦虑不安,恐惧。 更多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完,就被泪水模糊了双眼,我赶紧擦去。 陪彻的声音自背后传来,夏秘书这是在做什么? 没,没干嘛。 我小声道,却不敢抬头看他。 是吗? 陪彻明显不信,他一步步走近我,身后是偌大的办公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我可以闻到他身上冷冽的薄荷清香。 就在我退无可退时,陪彻突然停了下来,眸中冷意盛盛,没什么事就下班吧。 迫于他的威压,我绕过他,低着头收拾东西准备下班,陪彻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谈,空气安静极了,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尽管陪彻低着头办公,我仍然感觉到一双眼睛时不时地落在我身上,如芒在背。 在我转过头去时,他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低着头办公。 要离开的时候,我走到他办公桌面前,不知何种原因,驱使问出了口。 总裁,你,还不下班吗? 陪彻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问他,不知该做出何种表情,等会下。 我手指了指门口,那我先走了。 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却吸字如金。 走到办公大楼的大厅下面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机好像落在了陪彻的办公室,我再一次折了回去。 走到办公室门口,我突然听见陪彻在和人说话,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你妈妈回家了,估计快到了,你们再等等。 透过门口的缝隙,我看到陪彻手里拿的正是我的手机。 透过话筒,好大而陪乐的声音立马从对面传了过来。 叔叔,你为什么会有我妈咪的手机? 你是我爸爸吗? 陪彻愣了愣,我是他老板,他下班太忙,忘记带手机了。 我心里一惊,坏了,也不知道他们聊了多久了。 害怕陪彻发现孩子们的存在,我的秘密就藏不住了。 我赶紧走进办公室。 陪彻看着我回来,眼里闪过叉色,示意我等等。 可是我根本坐不住,生怕陪乐和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但我又不能表现得太着急,那样会看起来很反常。 所幸,陪彻和孩子们说了几句话就挂断了,只有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走过去想要把手机赶紧拿走,陪彻却突然将手高举着, 他本来就长得高,我根本够不着,差点把他扑倒。 我心里一急,语气不自觉地大声了些,陪彻。 陪彻眉心微醋,太晚了,我送你回去,手机给你。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 我拒绝道。 其实,我本来不想和陪彻大声说话,只是因为害怕他发现我的手机屏保,上面是我和他曾经的照片。 陪彻无视我的拒绝,拿起了沙发上的外套,握着我的手腕,带我快步走出了办公楼。 带我坐到车上,帮我系好安全带,动作一气呵成,显得十分自然,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为了别人做了多少遍。 陪彻启动车辆,头青底在方向盘上,眼神慵懒地看着我,下秘书,逼指。 我根本不敢告诉他,心脏在砰砰地剧烈跳动着,心里一直在想有什么借口可以不让他送我。 但很显然,我低估了陪彻的能力,看着越来越熟悉的路线,我才知道,作为他公司的员工,他也有方式弄到我的地址。 到了我家的楼下,陪彻精准地停车了,我只想赶紧下车,一分钟地不敢停留。 我害怕被孩子们看见,因为陪乐长得和陪彻很像,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他的孩子。 下秘书,陪彻叫我,卡燕的车窗被他反锁上了。 我强装镇定地转过身看他,怎么了?你很怕我? 陪彻的手指敲击着方向盘,一下一下地,规律可循,我有那么凶吗?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缓解尴尬。 不是,虽然他在公司很凶,但是在工作上对我也没有怎么为难,还加班帮我改报表。 那是什么?我不想和陪彻过多交谈,与他越接触,暴露的状况就会越多。 我不想被他看出端倪,只能随意找了个借口,陪总,我结婚了。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距离,上司和下属的关系是最好的。 我知道,陪彻的语气淡淡的,变不出情绪,我只是觉得夏秘书很像一个故人。 故人,陪彻有些疲惫地靠在方向盘上,他好像很累的样子,眼底弥漫上一层雾气,那双眼睛漂亮极了,是我努力想要守护的眼睛。 此刻,正义顺不顺地注视着我。夏秘书,你真的很像他。 谁?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跳不由地加快,连带着掌心都出了汗,是陪总很重要的人吗? 嗯,我爱人。 陪彻的眼眶通红,握着方向盘的手指骨节发白,嗓音沙哑。 那句我爱人三个字,烧得我嗓子发色,是陆小姐吗? 陆瑶瑶吗? 你心中的白月光。 为什么这么说? 陪彻有些不解地问我。 公司里大家都这么说。 陪彻突然冷笑了声,他也配。 我微愣了愣,不是,他难道是我吗? 我不敢猜测,我有什么资格呢,不过是成人之威的人罢了。 咔嚓一声,卡燕的车窗缓缓落下,陪彻打开了车门的锁,下秘书,到了。 我落荒而逃,陪彻的那句,人是不是一直失忆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不用承担责任了,随风飘荡在我的耳边,挥之不去。 他,什么意思? 那天之后,陪彻一直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 报表的事情完成以后,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进他的办公室了。 到了周末,公司组织团建,决定晚上在一家高级酒店聚餐。 我原以为陪彻是不会参与这种场合的,因为他看着就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 但没想到酒过三巡,他突然来了,大家纷纷自觉地给陪彻让出来一个最中间的位置。 也许是酒壮耸人胆,气氛一时嗨了起来,有人提议,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好,陪彻淡淡点头,表示可以参与。 酒瓶却转到了我面前,一时间大家看着我,夏秘书,你有暗恋过的人吗? 我下意识看向陪彻,眼神赶紧慌乱躲开,我选择了大冒险,选择自罚三杯酒下肚。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八卦燃烧,咦,肯定有,哈哈。 到了第三杯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胃里一阵阵地难受,陪彻却突然夺过了我的酒杯,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 看向众人命令着,换下一轮。 我被他不小心触碰到的手指掌心发烫。 众人的瓶子一时间转向了他好几次,接连不断的问题接踵而来,陪总有暗恋过别人吗? 我也在暗自倾听着他的回答,有,初衷。 哇哦,下一个问题,陪总有过爱人吗? 陪彻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犹豫了几秒。 三杯酒自罚之后,半赏起醇,有过,自从陪彻替我挡酒之后,我没有喝多少,但他好像醉了。 聚会结束后,大家都找好了代价离开了,只有陪彻和我独自坐在包厢里面,也只能我拖着他出去找代价回家了。 问了半天,这次硬是不告诉我地址,醉熏熏地看着我,眼神好似弥漫着笑意。 夏秘书,我没想到喝了这么多,他还能认出来我,嗯。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陪彻处我招了招手。 出于好奇,我在他旁边蹲了下来,耳朵侧听着,什么秘密。 他眼眸微眯,从喉咙深处一出一声低笑。 我有一个爱人,他也性下,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神奇? 大家都以为我忘了,但我却一直记着。 我的呼吸紧了紧,更多的是一问,他怎么会记的? 不是应该忘了才对吗? 陪彻,你怎么会记的? 因为忘不了,陪彻笑着笑着突然又哭了。 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喜欢低着头,如果不是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背,我也发现不了。 因为忘不了那句话,烫得我心间发色。 陪彻,你不应该记得,只有忘了我,才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不过是一个插曲罢了。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要你。 陪彻突然道,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情话, 你怨他吗? 陪彻,回答我的是陪彻睡着了的呼吸声。 我没有陪彻的身份证,也无法为他办理酒店入住,只好带着他回了家。 我本想着,明天一早,把陪乐和陪玉一早送去幼儿园,然后再把陪彻叫醒, 这样他就不知道孩子们的存在了。 但我低估了酒醉的后果,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邪斗来不及穿,就赶紧下楼。 陪彻正与两个孩子亲切地交谈着,一大一小正在堆积木。 陪彻把小一点的陪玉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搂过大一点的陪乐的腰间,教他堆恐龙积木,嗓音温柔,眉眼含笑。 乐乐,这样不行,恐龙的腿歪了,得这样才对。 陪乐抱着他的手臂,夸赞道,爸爸,你好厉害呀。 爸爸,我没想到,一觉醒来,孩子们已经认爹了,这么快就接受了陪彻的身份。 乐乐看着陪彻的眼神充满了崇拜,还不忘吐槽我,妈妈她就不会。 而小一点的陪玉则盯着陪彻饭花吃,爸爸,你真的好帅啊,你真的是妈妈照片上的人吗? 难怪她老是拿你的照片一直看,我有这么出卖自己老妈的吗? 陪彻的嗓音哑然,你,妈妈她,有我的照片吗? 我心慌至极,离开陪彻时,我把照片全带走了,她一张都没有,自然不知道我的存在。 有啊,妈妈有好多爸爸的照片呢。 我要阻止时,已经来不及了,陪玉迈着小短腿,蹬蹬蹬地跑去房间里面拿出了相册,很厚的一叠,都是我和陪彻曾经的回忆。 陪彻看着那些照片,瞳孔闪过震惊,眼里尽是不可置信,紧接着,她头疼地抱住了头,似乎很痛苦。 我有些担心地跑过去,陪彻突然冷静了下来,看了我一眼,揉了揉眉心,随即对着孩子们道,乐乐,爸爸找司机叔叔先送你们去学校好吗? 两个孩子抱着她不撒手,不要,万一你跑了怎么办? 陪彻无奈地服额,温柔地揉了揉她们的脑袋,不会,爸爸答应你们,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做晚饭好不好。 孩子们这才同意,一人一口亲了亲陪彻的左右脸,那好吧,把鼻。 送走孩子们后,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我和陪彻,一时相顾无言。 准确地说,只有我单方面不敢看陪彻,沉默半赏。 陪彻终于开口,语气不急不缓,可我却听出了里面隐含的韵怒,这算怎么回事?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说什么。 陪彻叹了一口气,吓安安,说话。 事情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我就是那个不守信用欺骗你的人,你恨我吧。 陪彻被我气笑了,她起身一步步逼近我,将我堵在身后的墙壁上,眼眶发红,在你眼里,我陪彻算什么? 我,我扣着手指,努力缓解心理的酸涩。 陪彻的掌风从耳侧穿过,我吓得闭上了眼。 偌大的影子挡住了我的身形,失落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我就这么让你不相信吗? 至于让你特意改了名字,躲着我吗?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玩消失? 陪彻,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极力解释着,可是陪彻不相信我,眼泪无声地滴落在我的眼瞼上,我发现和我待在一起,我总是能让她哭。 夏安安,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我再为你哭,我就是狗。 陪彻说完这句话摔门出去了,我以为以后她都不想再看见我了,甚至已经想好了离职申请。 但我没想到晚上咚咚咚的门铃声响起,陪彻拎着一大袋子新鲜蔬菜站在门外,我只是答应了要给他们做饭,我不会食言的。 我,有被冒犯到,吃完饭后,孩子们不想让她走,死死地缠住陪彻的腰。 爸爸,你别走,和妈妈一起睡吧。 嗨嗨,咳嗨咳,我被他们的惊人之语吓得咳嗽出声。 陪彻的目光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委屈。 算了吧,你妈妈她不喜欢我,我还是回公司睡吧。 好大儿极力撮合,怎么会,妈妈她每天都要抱着你的照片,亲几口才睡。 她说,你是她的高中男神,她可喜欢你了。 我真的会泻,正在喝水的,我被吓得差点呛着,这俩孩子谁爱要谁要吧。 陪彻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声音带着浅犬柔情,真的。 嗯,嗯,嗯,真的。 孩子们偷笑着疯狂点头,晚上陪彻真的留了下来。 房间里,我俩面面相去,陪彻先去洗了澡,出来时水滴都还没有擦干,优越的人鱼线从腰间到小腹。 最后,我一下子红了脸,尴尬地转身对着她道,你先睡吧,你睡床,我睡沙发。 陪彻却突然走到我面前,多什么?我什么样你没见过?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时隔三年,还是这么不争气。 暗暗,陪彻换我,转过来,我们聊聊吧。 我默默地转过身,低垂着头,聊什么? 三年前,你为什么离开? 陪彻坐在沙发上,轻轻捏了捏眉心。 是啊,三年前,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对那段关系的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你,因为自卑,因为我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是陆瑶瑶,我还答应了陪阿姨和你结婚,其实我当时是为了钱,我不是故意的。 那你喜欢过我吗? 陪彻的语气认真道,还是没有,隐藏了失落。 我语气笃定? 有,我高中暗恋过你,你可能不记得我们高中是一个班的了,我记得。 陪彻低声道,我和你说过话,你不理我。 怎么会,这么帅的人和我说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从陪彻的口中我才了解到,他和我初中就认识了。 那时候,他还是个小胖子,每次体育课跑步,他总是落在我后面。 我们初中不是一个班的,对这点,我完全没有印象。 因为设恐,到了高中,我不敢和男生说话,那时候我每天只想着学习和挣钱。 我当时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每天放学后仅有的一点时间都拿来做兼职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关注身边的事情。 陪彻和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不怎么搭理他,或者说我当时都没敢怎么好好看他。 唯一的印象是有一次课间休息,同学们都在打篮球,因为用力过猛,差点砸到正在埋头走路的我。 当时陪彻替我挡了回去,非常歉意地看着我,对不起啊,同学,有没有事?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样子,我原来都不知道我们班有这么好看的人。 吸引到我的是他独特的嗓音,还有少年身上的那份放荡不羁,是我无法奢望的自由。 那时候我开始关注到了他,只是没过多久,陪彻就转学了。 没想到到了大学,我们会在同一个学校,他成了个大的招牌,学习好,家境优渥,长得好看。 我一直以为他和陆瑶瑶是男女朋友,因为经常会有人拿他们做比较。 看着我的震惊,陪彻轻轻戳了戳我的额头,笨,怎么可能是男女朋友,只是别人经常将我们扯在一起,那时候一直解释,也觉得累了,后面没有再管。 但现在不一样了,陪彻轻戳了戳我的额头,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怎么不一样了。 他的唇角勾了勾,因为我有老婆了呀,任何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我都会让他们消失,不会再让你难过了。 陪彻,你这是原谅我了吗? 我有些高兴,还没有,还有点生气。 哦,我失落地低下了头,陪彻无奈浮额,长长的发烧挡住了他的眼睫,我看不清他的情绪。 夏安安,你真的是太,太过分了,太令我失望了,让我难过了。 你知道这三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所有人都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妻子,这一切都是我失忆的幻想症。 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唯独没想过陪彻湿润发红的目光对我说,你让我难过了。 那一刻心脏撕裂般的疼,我那么喜欢他,却还是让他难过了。 我想要的不过是希望他幸福啊。 对不起,陪彻,对不起。 嗯,呼吸被陪彻夺走,他将我推到身后的墙壁上,伸手护着我的头,惩罚式地发泄三年来的委屈和压抑。 暗暗,差一点点,陪彻将我搂进怀里,将头埋在我的颈尖,嗓音色然,差一点点我就找不到你了。 你还把我们所有的照片都带走了,一张都没留下,你让我怎么办? 嗯? 陪彻,我知道错了,不应该自以为是,不应该不向你解释就逃跑。 我以为手术过后,你就会彻底忘记我了。 陪彻目光带有淡淡的责备,却难掩温柔难过,怎么可能会彻底忘记? 他起身将我揽在怀中,揉着我的发丝,安安,喜欢是情感,不是记忆。 一年后,我就想起来你了,怎么舍得忘记? 我一直在找你,但是你把我们的回忆全都带走了,还有我们的照片一张都没留下,我怎么都找不到你,在公司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也不敢确认,更何况你还改了名字,喜欢是情感,不是记忆,这个道理我怎么现在才明白呢? 我愧疚地说不出话,陪彻,对不起,如果你可以试着原谅我,我愿意做任何事。 只要你能原谅我,我怎么都行。 这一次,我不会再逃跑了,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陪彻替我擦了擦眼泪,眼神温柔浅情,真的。 我点了点头,陪彻坐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看着我,轻轻拍了拍大腿,坐上来。 啊?我震惊,却不受控制地走到她面前,陪彻轻拽住我坐在她的腿上,不是说要讨好我。 修长的手指环过我的腰间,她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梗,耳垂突然被咬了一口。 激得我身体一阵酥麻,她笑得像个祸国殃民的妖孽,老婆,这么纯情可怎么办?会讨好人吗? 我摇了摇头,她笑得恶劣,我教你。 说完她握着我的手指,俯上她的腰间,一步步往下,老婆,房间里尽是暧昧的声音,浸透耳膜,尸骨入水, 我渐渐迷失在她的一生生轻患中。 那一晚,我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惹谁都不能惹一只刚开了婚的狼。 本以为是只奶狗,没想到都是误判。 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陪彻在我耳边低声道, 老婆,以后我们就一起慢慢相爱,慢慢变老吧,你不要逃走了,我不会再让你感到任何不安。 那天我没怎么在意,除了陪彻,没有人会让我不安了,直到我看到了关于陆瑶瑶的采访。 记者问,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知道陆影后和陪总的婚期? 等不及吃喜糖了? 陆瑶瑶笑面如花,面露娇羞,这个得看彻哥哥的意思了。 当天早上,微博上全是在陪彻下面追问的,陪总什么时候把我们影后姐姐娶回家呀? 二人郎才女貌,简直是天作之和,女神可是等了你好多年了, 还有无数粉丝在陆瑶瑶下面留言, 姐姐别忘了请我们吃喜糖,尽管我知道都是假的, 但看到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开心。 陆瑶瑶大多数都一一贴心回复, 快了,到时候会通知大家, 我看不下去,索性关了微博, 傍晚,手机消息炸了。 陪彻用公司官方账号发了声明, 人在家中,坐,郭从天上来。 对于陆女士发表的不实言论, 已经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 陪某将追究法律责任。 最后说一下, 本人已婚, 我很爱我的老婆, 不存在犯重婚罪的想法, 从前孤家寡人可以不在意名声, 但结婚了深知要守难得的重要性。 我不希望任何不愉快的消息 影响我老婆的心情, 还望大家周知, 大晚上的陪彻我的微博, 夏安安女士, 余生请多指教。 陪先生, 余生多多关照, 然后我配了一个摸摸头的表情。 陪彻立马发了一个 给你画画的表情包。 有人问陪彻新的一年, 有没有什么规划? 挣奶粉钱, 养孩子, 哄老婆。 我俩的微博互动, 再一次掀起了一波热潮, 所有人都在传陪彻是七管言。 我, 你们都误会了, 我才是福管言啊。 晚上陪彻不知道 从哪里翻出了我的疑问帖。 老公一夜七次, 不知节制怎么办, 网友一, 离婚呗, 还能咋办? 我, 不敢。 网友二, 楼上吹牛皮吧, 男人半小时算优秀了。 网友三, 我家三分钟, 我说什么了吗? 网友到了三十岁, 还是处男。 我家的疫苗, 我骄傲了吗? 不知名网友, 评论区不等于无人区, 为了以防陪车发现, 我还特意换了一个手机。 没想到还是被他找到了。 老婆, 你想离婚? 嗯。 陪车说着, 越走越近, 我只能越来越往后退, 直到退无可退, 不敢。 只是不敢, 不是不想。 不是, 两个都不敢。 嗯, 暂且原谅你, 过来。 哦, 我心虚地走过去, 干, 干嘛? 我告诉你, 今晚给我收连点。 陪车笑着, 也不敢放肆。 嗯, 知道了, 就抱抱, 也不行吗? 我傲娇, 行吧, 勉为其难, 给你抱一下。 陪车轻笑, 嗯, 我赚了。 谢谢老婆。 我。